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直在演戏 从11年开始 所以基本功应该是扔得差不多了 他和乘风破浪的朱节径 唐世一那种是不能比的 只能说这一季跳舞的哥哥很少 所以他能让大家惊艳了一把 但是细细品味 蔡衡这舞蹈功底还不如60岁的杜德伟 不过蔡衡还是挺自信的 就是有时候让观众感觉到尴尬 张志玲 刘凯薇 王大陆还有他 四个人在一起谈论自己节目的时候 蔡衡在屋子里大跳特跳 不仅在场的另外三个人非常尴尬 我们这些观众也很尴尬 幸好张志玲及时地解救了我们 提议蔡衡删除一些舞蹈 转而突出重点 但是即使如此 蔡衡的舞台也不是很出彩 加上他这个人本身也不是很出名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算是落低了他们组获得的舞力值 最后呢 张志玲他们组才获得了792个火力值 按理来说 有张志玲这个学长在 他们的火力值不该这么低 可结果就是他们获得火力值 甚至都没有达到平均水平800 是不是不知道没有达到目标的火力值 所以刘凯薇心情不是很好 刚刚下台 其目组工作人员还在为蔡衡 整理话筒的时候 张志玲问符合预期吗 刘凯薇就来了一句 至少没跳错 能明显看出 蔡衡当场表情一变 有些不知所措 张志玲则赶紧开口表示 我没跳错 但是大家都能感觉到 刘凯薇和张志玲关系这么好 怎么可能舞台一结束就质问张志玲呢 她想质问的 肯定是给自己设置了很多舞蹈动作的蔡衡 不过 是张志玲情商很高 也不想看见两人起冲突 所以赶紧说自己没跳错 果然 刘凯薇听了张志玲回答了她的质疑 赶紧说 我看到了 你没跳错 张志玲则继续说 哪一只眼睛 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也就把这个话题带了过去 但是从这里能够感觉到 刘凯薇不是很喜欢蔡衡 不过也别说蔡衡 刘凯薇自己的实力也就那样 她不是专业歌手出身 表演的也没有什么新意 自然不能让大家眼前一亮 加上王大陆自己都承认了自己赢吃 就算是突击练习也没啥用 所以即使有一个张志玲帮忙 他们组最后的成绩仍然不理想 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节目组这回可以说是下了血本 哥哥们的人气一个比一个狠 代表作更是引发了回忆沙 作为初代男团偶像 小虎队的怪怪虎 苏友鹏能来参加皮革2 无疑是最大的惊喜 他带来的两首小虎队经典歌曲 爱 红蜻蜓颤烧 让在场的哥哥们和观众都坐不住了 帕美波直接红着眼睛说 戳到我了 确实说出了屏幕前观众的心声 还有任贤奇 当年可是大街小巷都能听到他的歌 节目中一一首伤心太平洋 引爆所有观众的青春回忆 有些人比赛一开口就赢完了 小七哥的唱功还是那么强悍 毫无悬念的 斩获了个人喜爱度的榜首 不仅如此 苏健兴也是华语乐坛里大名鼎鼎的歌手 他的高音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 没想到能在节目里再次听到死了都要爱 全场大合唱时 谁泪目了我不说 另外张正月的思念是一种病 黄亦达的那女孩对我说 郑君的私奔等等歌曲 也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让念旧的人有苦有笑 只想大喊一句也轻回 不光舞台精彩 节目里也有不少哥哥们休息 训练相处的尽头 真人秀要的就是一个真实感 没有魔鬼滤镜和美颜 哥哥们的状态一目了然 忍不住想问大家是吃了防腐剂吗 就比如苏友鹏 尽管笑起来眼角的皱纹明显 但是戴着圆框眼镜 身穿花正衫的他还是充满元气 看起来真不像是已经48岁的人 还有杜德伟 在高清镜头下连胡渣都能看清 脸上除了皱纹却没有什么瑕疵 身材管理也是在线 谁能猜到他都60岁了 求一份保养秘籍 也要夸一夸节目组的诚意 画面质感满分 哥哥们年纪偏大 内地艺人太少因争议 P格2评论区的反方代表们 更多的是不满意内地嘉宾 和港台嘉宾的人数比例 有人直言 本季主打港台艺人的意味明显 还有人觉得哥哥们的年纪偏大 不想看 别看这一季中方嘉宾挺多 但是仔细查一查就会发现 大咖基本都是港台艺人 像苏友鹏 潘美伯 苏建兴都来自台湾省 大湾区哥哥代表里有林峰 温兆伦 刘凯威 吴卓熙 网友称 这是把TVB都搬来了 还有外籍艺人的加盟 比如泰国的Mag 因为语言不通 表演压力太大 刚来节目就泪洒尽头 后续舞台还喷麦 拖后腿 咱就说何必呢 在选秀节目半可怜 很难得到观众的同情吧 而内地艺人人数 自然仅有三分之一 其中唯一有些排面和咖啡的 就是正经了 至于金汉 范士奇 方一伦等人 不夸张地说 这些哥哥在内地市场都挺糊的 不明白参加节目 到底是想出道 还是来陪跑的 虽然能理解节目组 想要搞情怀 博热度那一套心思 而且内地港台都是一家 不分彼此 但是好歹人数 咖位分配平均一些 内地也有很多的宝藏哥哥呀 而且第一季 已经出圈这么多的大湾区哥哥 第二季还沿用原来的老套路 观众难免会审美疲劳 觉得节目缺少心意 再有就是这一季的嘉宾年龄 普遍偏大 30岁左右的哥哥不多 大多数人都已经是50家的年龄 像58岁的温兆伦 60岁的杜德伟 年轻的零零后观众 恐怕对他们都很陌生 还有56岁的人先奇 55岁的陈小春 51岁的苏建信 人气固然很高 可是一期回忆杀过后 再看他们唱跳 不禁担心挤人体力能不能撑住 高强度训练 却哪里还是披荆斩结的哥哥 都是披荆斩结的大叔大爷了 除此之外 差评里也不可避免地提起到浪姐三 毕竟在该节目还没收官之际 工作人员就把心思都放在了P格2上 一度引发不小的争议 甚至有人称 吸姐姐的血给哥哥 而随着这次新节目的开播 双方粉丝直接杠上 再加上 同位芒果台明星选秀节目 也难免会产生比较 眼下就有争论起两个节目 哪个更好看 如果后续P格2内容跟不上 想必会成为众失之的吧 总而言之 众口难调 一个节目有好评 自然也有差评 P格2优缺点并存 整体来看还是极其可观性的 毕竟舞台选取到位 观众还是回敬下心来 好好欣赏一番 秦淮也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不过只靠秦淮和老哥 显然是不能够把热度维持下去 要想人气持续高涨 节目内容才是王道 好在节目才播出一期 后续也许会更加精彩 大家拭目以待 那么你觉得这一剑好看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